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面试一个家教的事 每都在这儿生活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卓总 这楼都是我们公司的 要改造 这是我未婚妻 简单 卓总您好 您好 那我先走了 别影响你们工作 别 就都到饭点了 一起吃个饭吧 不用了 刚到北京改天吧 改 一起吃吧 咱们请卓总 也行 那我们上楼吧 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餐厅 好 简单 你来北京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就是北京太大了 在我们那儿吧 从城西到城东 顶多也就四十分钟 现在春生上班 起码得有一个半小时耗在路上 一个半小时算好的 等你们搬到新房 比这还远呢 咱们那房子买的时候 我咨询过卓总 那北京人嘛 他说咱那房能升职吗 春生跟我提起过您 他说我什么 说你特别照顾他呀 给他好的工作机会 谢谢您 谢什么 主要是春生的工作能力强 像他这样有能力 又踏实肯干的人 不多了 你眼光真好 徐经理 你看啊 这个数据好像还不太准 因为咨询公司那块一直是您在对接 要不麻烦您再去跟他们核实一下 这份数据是我跟咨询公司 对接了很久才做出来的 你告诉我哪不准备 他这个百分比还真的不是 左总来了 大家辛苦了我请大家吃宵夜 好 放一下 坐 来 左总你先来 你先来 你先来 我那有 你先来手 谢谢左总 春生 你现在可是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了 现在这么忙你要多吃一点 好 还有别着想着想着想地喊我 多见外呀 叫我小婷就好了 徐经理 你也是公司的老人了 大事小情商 你要多辅佐这点春生 必须的 大家也一样 欧朗广场的升级改造项目 可是公司的重头项目 大家一定要多多帮助春生 你们帮助了他就是帮助了我 帮助了董事长 春生 这个数据我明天跟咨询公司再核实一下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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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您了 大家吃呀 别闹了 快开门吧 停 来 春生 你觉不觉得咱们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 这儿就变样了 对呀 那是因为这就是咱们自己家了 咱们不用情人装修 那自己把墙刷一下 把这些旧家具都扔出去 买点简单的放进来就OK了 行 听你的 都听你的 好 怎么了 那个 卓总说 待会儿可能有个应酬 那你去呗 等咱们房子装修好了 把他请到这儿来 吃顿饭 谢谢他 好 大姐们 咱去看看厨房 你看你有什么想法 厨房肯定都得换新的